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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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 我回到學校我又電給我爸打電話 我說我要休學習下 我要去搞音樂 我爸說你瘋了 我的第一反應是反對的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應該是很混亂 也是很混亂的 他的兄弟 他說我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我把我爸也拉黑了 就是因為你有他這種不支持 才造 repeat我 你不信你 那我就更要打你脸的东西 我也得不靠谱 大家安静一下 大家安静一下 Best Daddy VD 牛沃坑之子 那也是我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他是牛沃坑之子 我也是牛沃坑之子 他有种乖习惯 这咋个口大敲 这啥意思啊 我老是他们的 我老是他们的 我爸他们的 哪个 我老是 我听不懂你说话 我也听不懂 来 没事 他会干啥 我听不懂我说话 哎你咋会说 你也认不了吧 这太喜剧了 你就进家门没得认识我 听不认识你啊 只有意思 进家门没得认识我 这个就是 不认识你嘛 这个就是牛沃坑 走 走走走 牛沃坑 四川省明阳市三台线 刘云正牛沃坑 他当了私人过后 他的笔名叫做牛沃坑 我就是VD的父亲 一名普通的店里工人 我真正开始写诗 还是这一两年的事 我小时候听过他一首诗 就是 浮浆啊 浮浆 早上又舞 晚上又爽 字账都写得出来这种词吧 我说不会你就这个水平吧 孩子 你可以昂受糖果浪道 那镜头的湖边一定有莹莹哭泣 抽象太抽象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抽象 但其实他真的很抽象 他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 我出外的时候耍了个朋友 结果没想到有人告诉了我爸 说我跟一个女的什么手牵手什么什么什么 我爸就对我发火了 他说我签个协议 他说你不能和这个女的再见面 再见面你就滚出这个家门去和她一起生活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吧 我觉得好多孩子都签保证书啊 比如说玩手机的时间 包括刚才说的早点 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保证嘛 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就挺抽象的 你要好好给我说的话 这事就了了 你还跟我整这种协议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那种一本正经在跟你抽象的人 咱们这个家特别是我 又喜欢音乐嘛 说后来他有耳目的 应该是高一吧 特别喜欢唱一唱 比如说张学友啊 说后来渐渐的他就对什么英国的 好像美国的说唱那块 就感兴趣了 有一次我听到一首歌 Megos最早期的那个Slippery 我说这个太调了 这个太谣了 然后跟他相关的那些歌手 全部翻来听了一遍 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最想努力他去听英语歌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提升英语成绩 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 我还是想他能够学习出来 然后去上一个体制类的工作嘛 泰克钢笔 读书人 尤尔坑读书人就喜欢送这种东西给我 以前不知道多少年前送的了 第一首歌我记得是在绵阳Line 2 Studio 就是Diago Flex他们以前那个工作室里面 我当时在那儿录的 我都是找他借的钱去录的音 有些下雨 我说他录音室出来都很晚了 他吓得暴雨 我说你给我发30块钱 我打个车回来嘛 他说自己坐公交回来 我说我怕你冷了 来公交啊 他说那你就等吧 然后他就没管我 我就下定决心 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 高一高二他就在写了 然后读到大学的时候 他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一些 特别是大一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他要搞这个要去创业 上大学 我当时在贵州大学 一个废弃的音乐教室里面 每天录的呗就玩呗 就在那里把整个温时给录完了 没想到反映还挺好 我说哥们天空就是干着的 然后我就正儿把你们要开始做音乐 这个时候从父亲的角度讲 我就觉得很严峻的 所有的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该做什么的时代就做什么 做音乐又和他学业产生冲突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反对的 后来他就越来越热爱音乐 热爱创作 他这种热情超乎了我的想象 2022年的4月份 我叫了一帮人 Kito 李文 薇萨 夜宣池 先4月份我们到成都耍了几天 我们在成都即将待的最后一天晚上 我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兄弟你觉得现在能行 那你就下定决心 你就从学校里面出来 你就休学 我们就去床几年 然后那天晚上我挣扎了很久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然后第二天我回到学校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说 我说我要休学 我说我要去搞音乐 我爸说你疯了 我觉得不靠谱 我就给他建议就说 学业和这个音乐两不误 我甚至告诉他 以后咱们到体制内去工作的话 也不影响你做这个音乐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兼顾 但是我后面还是炸定决心 我直接跟他断了联系 我还是就出来了 他也不跟我们联系嘛 每每谈了这个时候 我就期望他回学校去 我懒得理他 我又不问他要钱 也要让我 搁那儿办公室一坐 你不把我杀了算了 我对我爸就是这样的 我说你不要逼我 让他后面也没办法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混乱的 也是很混沌的一种生活 一方面他也想跟家里联系 另一方面他怕听到我们不同的声音 和不同的观点 他又怕我们说他那个不靠谱 应该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复杂很难过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他这种不支持 才造就了我那种 你不信我 那我就更要打你脸的那种感觉 我第一次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是 在我们Candy Shop第一次在成都团聚的那天 他当时喝了个半斤多白酒吧 一开始很开心 他说兄弟们 我们终于到这一天了 我们终于走出学校了 说着说着他把衣服脱了 他那个裤子的腰带也不知道怎么就散了 然后半个屁股在外面 他就开始靠着墙哭 他说兄弟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把我爸也拉黑了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开始躺在地上指着外面 他说那有谁谁谁谁 好像是以前对他的音乐 有过一些嘲笑的人 随手拿了个牙铃 对着空气就砸了过去 他说你再过来我就把你弄死 他可能到大概凌晨一两点钟 他消失了 六点钟左右他又上来 他开始打包他的行李 他兄弟这个工作室 他说这住不得 他说这有鬼 当时我就觉得 卧槽 就这个人首先他很疯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少年兴气的人 他没有说过他想用这个音乐获得什么也好 或者说为了表达什么也好 他就是最简单的 没有逻辑的 无序的对音乐的这种热爱 让他一直在持续做 颜色就会影响到我 颜色就是你最直观的能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你听到这个歌 你能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它 我就想做开心的东西 乐观的东西 是什么促进你们强调和男朋友的 穿越火线 我们在网吧天天打CF 穿越火线玩小丑舞会 他做的东西跟中国的西洋音乐 其实有点区别了 艺术吧 独立 不像别人 都不说中国 就整个全球的音乐市场里面 大家可能更倾向于写点自己的故事 或者说我要说一个什么道理交给你 但是他不是 他很天马行空的 像他做200Q的时候 他就是很简单的 他做了一个梦 我要为我的这个梦做一首歌 他的这个出发点 就已经和别人不一样了 说句可悲一点的就是 我作为一个音乐人 我并没有考黑啪 真的什么什么的钱 因为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 一条非常另类的 我之前跟他聊过这个话题 他说做一首他觉得好听的歌 得到的流量还不如随便唱那种情歌 但我跟他说过的是 有十个人听也是听 有一万个人听也是听 你自己的东西他总有点会发光的 他给我回这两个字要的 连我爸都说 你们其实黑啪挺小众的 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个 你是不是有什么街头地位 什么什么那样的 我想做我去想做的音乐 不管是说唱也好 不管是我在唱流行也好 对那都是我想做的 这些人不接受 无所谓 不接受就不接受 因为本来发展的 也没到那个点上 那你需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不管是他之前做梦的那张专辑 200Q 包括他的这张新专辑 刘沃坑 他就是能够把这种 最纯粹的东西展现出来 为什么我会娶牛沃坑之子 就现在2024年了 都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 那也是我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牛沃坑代表的 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或者说是那一个时代的人 因为我就在那里生活了20年左右吧 缺吃少穿 那个年代 给我们带来的生活 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一种体验 我的同学也好 我的姊妹也好 就只有一个想法 只想早点逃离那个地方 那20年过后呢 当我们在外面生活很稳固了 富足了之后 我们回想起来 其实那20年也给我们赋予了一些 赤苦耐劳的品质在里面 能吃苦耐劳 这个是我大爷爷的房子 这个是我三爷爷的房子 我爷爷的房子在前面 前面 我爷爷是老二 他是牛沃坑之子 我也是牛沃坑之子 他的牛沃坑之子 这个意义是 Star from the bottom 真正正正的从无到有 但是在我这一代 我就只是想做 我想去做的东西 这张专辑就是一张非常乐观 非常浪漫的一张专辑 也非常温情 因为后面 我和我爸的关系破冰过后 就只剩下最纯的父子情 在老汉那首歌里面 他的整首歌后面有很长的留白 我就听 我操 我说这个采样是你职业生涯以来 最棒的采样 后来他说 我这张专辑是牛沃坑 就是写我和我爸爸的 我说兄弟 这个专辑是真正的属于你的专辑 就这个是他的所有的情绪里面 最单纯 最美好 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符合我们本土社会的色彩 算是一个里程碑专辑 对他自己来说 我是一直以来看到他和他家庭的关系 去处理的方式 这样一步一步变化的 大家都不再去选用那种 伤害彼此的方式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成熟的 我15岁以前 我觉得就得在学业这条路上 攀谈进入体制的工作 15岁以后 随着这种情况的改变 我也在慢慢的open 到了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接受了 然后人们总是都在长大的 我们是在坡坡坎坎里 长大老去 他应该是在他的音乐里 慢慢的让自己长大 从男人的角度我还是很佩服他 即使我不是很看好 这个行道的时候 他也依然那样自信 那样坚持 我很有信心的 就我很坚持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可以 我记得迈克他说的 每天起来我都觉得自己掉 他说我觉得自己可以 我不想读个大学 进个体制内 结个婚 生个娃 这辈子就完了 我爸都是从牛窝坑冲出去的 那绵羊对我来说就是牛窝坑 因为绵羊是一座很悠闲的城市 而他是在积极努力地拼搏 牛窝坑先生是出生于绵羊市三代仙 一个农村的 他应该是希望自己可以超越他父亲 超越很多人 冲出他本身的那个不可改变的出生地 和他生活环境 牛窝坑以前在这儿上小学 但是后面他又 他后面读书的时候又跑到那边去了 乡里面每天早上要走三公里吧 大概 对 锻炼身体 你要泡沙尿吧 我爸以前住那房子 你看那还有一条狗 那个草丛狗 哎呀 松了 躲起来了 看肚多哈的